朋友们好,我日常生活中的我呢 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小小的虚众心 心眼小一点的人呢 可能表现的就更加明显 可能像那种比较大大咧咧的人呢 可能就嘻嘻哈哈一笑而过 可能我今天犯了个小错误 或者出了个丑 其无所谓,他们愿意说啥说啥 但是呢,就有那么一群人 及个别人 其实他是特别特别小心眼的 不容得别人对他指指点点 即使我自己错了 我错了,我也不让你说 跟你没有关系 但是我可以说你 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 就是那种我们经常说的一种什么 小人 这种小人你不能得罪他 你一旦要得罪他以后啊 你肯定在你身边就会围绕着很多的一些流言蜚语 因为这种小人呢 他们就会揪住很多的一些细枝末节 即使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善良 非常富有爱心 但是呢,你可能人无完人嘛 你可能在某一个细节上 或者每一句话上 可能出现了一点点的瑕疵 可能是无意的 无意识的时候表露出来 那么呢,有心之人 为什么这种人叫小人呢 他哪都小 他除了心眼小 但是他记性好 就像郭德纲 郭老师所讲的相声里面是 今天有个什么事 我得给他记下来 我得给他记本账 等有朝一日 我肯定我得把这些读书翻出来 我一下子我就给你搞臭他 这个相声叫什么名字 我忘了 就大概就是这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有这么一种小肚鸡肠的人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说到 就是这个相声圈 相声圈为什么这么乱呢 我们大家现在谈论的不是相声 我们现在谈论的是相声界 有关人员的 他们的一个什么 他们的一个八卦 我们很多人都怀着 很好奇的一个心思 就是什么 这个越热闹越好 咱们吵翻天 我们看着才乐呢 就像我前几期做的视频 是一个道理 我们评论区里面 最多出现评论 评论最高的 我不是来看相声 我是来看热闹的 我不是来看相声的 我是来看评论区的 那么大家在这里 就反映出一个心态 其实他们并不是喜欢相声 他们是来看是非的 看看这些人 怎么在互相的怼 怎么在互相的骂 反而把很多一些 良性的互动信息 全都覆盖过去了 那么在这的话 只要我们谈论相声圈 只要跟相声沾上边 你就必须得干什么 必须得夸郭德纲 你必须得表扬德云社 也就是说德云社 郭德纲 现在是相声圈里面 唯一一个什么 你说不得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在说 德云社 说得说不得 我们应不应该说 该不该说 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 这一些评论人的 很矛盾的一个点 就是现在形成的舆论风向 是什么 这个风向标就是 郭德纲 德纲说 你必须得夸 必须得捧上天 你一点一点点的不好 你都不能有 而且你都不能表露出来 你会有流量 你会被很多粉丝 所包容 会疯狂的给你点赞 给你转发 评论 但是如果说是你谈论相声 你不说德云社和郭德纲 你基本上就会形成评论区里面 就会形成一种 基本上就会瘫痪 这个奇怪的现象 不是现在就发生 就是在近十多年 始终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而且你还要什么 你在捧夸德云社 郭德纲老师的时候 你还必须要什么 必须得去踩 去骂 去怼 所谓的主流相声 那个派系 不然的话 一样你的评论区会被沦陷 所以说你只要谈相声 你就绕不开郭德纲 跟这个等级社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应该 值得我们很深思的一个问题 也希望郭德纲老师 真正能够意识到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舆论场 这个自媒体上 这个怪圈 这样的话呢 其实给郭德纲老师 是带来很大的一个隐患 有一句我们的一个老话 就是抬得越高 摔得越狠 因为很多人 其实评论德云社 评论郭德纲老师 大家有很多时候 当然有一些不怀好意的 他们骂郭德纲 包括扁德云社也好 他们也是一个什么 也是在抓这个流量 在搞话题 但是我看到的情况是什么 就是正常的一个评论 其实我认为这样的话呢 会有助于郭老师和德云社 一个健康蓬勃的一个发展 提意见嘛 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 无论是带着情绪的 还是不带情绪的 只要这个问题 是真正事实客观存在的 我认为提出来 都应该得到大家的一个尊重 而不是一面倒的是什么 你只要不夸我 你只要不 那个不谈我 你就是那个阵营的 就是什么 一个一言堂 以及说 必须以我为尊 必须 我一家独大 这不是一个好现象 就是我们历朝历代 无论是名人也好 还是说这个民间的掩饰也好 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 它都不会形成一个什么 只有我是对的 只有我是最优秀的 这个是不存在的 对吧 比如说就像我们三国时期 刘关张 三营战旅部 但是 关羽 是关二哥 那是什么 那是五圣人 但是呢 三个人 包括张飞 蒙张飞 再假设一个刘玄德 三个人都没有打过 就是这个旅部 那也就是说 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 最后还得说 有德者 得天相 因为有容乃大 但是呢 其实这个风气 并不是郭老师 他带动起来 而是什么 我们很多自媒体人 无形当中 带着一个节奏 有一群人 具有那么几个个别的人 在干嘛呀 他们组织起来 就是把这个 所谓的一种 像我们以前提到 什么造神应众 是吧 把这个东西呢 推崇到了一个极致 那这样的话 其实是不利于 这个郭老师的 在我们 很多老百姓 包括爱好相声的 包括整个相声界吧 不利于他的一个发展 其实这是一个 很 我认为我的评论 是公正客观的 这是给我们很多朋友们 一个好的一个建议 就是有问题 我们每个人 都有责任和义务 去提出来 说出来 而不是一味的 去阿谀奉承 那么阿谀奉承 久了 那么有一些人呢 可能就是 飘了 当然在这里指的 不是郭老师 因为我也是 比较喜欢郭老师的 但是呢 应该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自媒体时代 当然会有一拨人 这样的存在 但是这种风气 愈演愈烈 而且这个 现在是什么 风欲净 风欲止 而树不净 树欲止 而风不净 它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让我们 很多的一个粉丝 包括整个行业 很头疼 你不能说别的 那这样的话 就是让大家 只能说好 那这样的话 你认为 这个 这个风气 是正常的吗 它是不对的 所以说我也希望 就是我们 有一些博主 就是要一些流量 要一些话题 这个是很正常的 因为你们 就是做这行的 我除外 我就是随便扯一扯 大家也看到 我不是那种 专业的自媒体 我专业自媒体人的话 我就不至于这样 因为我毕竟还是 一个培训方面的 相对 我还可以 包括我的职位 包括我自己的 一点点的小事情 所以说在这里 就是想要告诉我们 很多的粉丝朋友 我们一定要说是理性 而且呢 我也建议我们 有一些那种博主 不要这个带节奏 不要去骂人 你看看那些视频 包括直播间里 乌气骂黑的 这一群 哎呀 这怎么说呢 就是实实尿尿的 就是喜欢臭味相同的 一群人 就窝在一起 视流量很大 大家那种群情激愤的 那种情况 这个是挺不好的 一个行为 因为记住啊 那句话叫 花无百日红 人无千日 人无千日成 是吧 就是那个 这个不可能 那句话 我这有点那个忘记了 就是大家一定记住 就是他永 不会永远那么 那个那个红的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其实 是我们心知肚明 捧你的人 往往是摔你最狠的那群人 所以我希望 还是最后呼吁一下 无论是我们主播也好 还是我们粉丝也好 一定要理性 正确 看待问题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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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